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受西方的一种影响 对西方现代主义 存在主义 哲学方面所存在主义 意识方面 心理方面 受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的影响 那么像这些 但是我依然会提出这么一种看法 就是为什么这样一个变化 是由马园 墨园 藏学 这些人来提出 每一个人做出了这样一种行为 他就是偶狼的 对历史的存在来说 每一个人都是偶狼的 每一个个人的经验都有一种例外 都有一种例外 所以你说只是对历史的回应 为什么不是其他人回应 为什么不是 你说是长学 为什么不是流学 为什么不是无学 而是长学 那么个人他是历史的例外 那么假定说这个个人是历史的例外 这些个人是中国人 所以大家会发现 这种例外 这种普遍性和个别性 它又纠缠在一起了 是吧 我是通过个人的例外 然后 我在这里论述的前提大家理解吗 就是说当你去怀疑 它只是西方 现代主义在中国的翻版 比如说我要对抗这种说法的时候 我认为它是由个人完成的 而个人对历史来说有例外 有独特性 有偶狼性 是吧 对不对 你说这个个人 那么我再进一步 这些个人 我的逻辑 你看你以什么方式去攻破我的逻辑吧 那么这些个人 它也是中国人 中国的本土 在中国的生活中 比如说苍选是彩虹 马园 神神叨叨的 傻乎乎的 奇奇怪怪的 比如说这种 莫言 只有小学五年级 读了小学五年级 比如说革命是由这些人发生的 这些人以他的独特的中国经验 大家知道 这个中国经验 它是双重的 一方面确实是中国的 有它 汉语源 民族 文化 历史 现实的 这种普遍性 但是 这种中国的经验 始终是一种各种的例外的方式来完成 所以 我的逻辑是这样来展开的 长学的作品 我希望大家能看一看 当然你们现在这么大了 我希望读一读长学 没有关系 我的儿子特别喜欢长学 他大概十二三岁把长学所有的作品都读完了 读完了之后 然后十四岁就去西藏 所以我为什么说你们是好孩子呢 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不是好孩子 所以读长学跑西藏 这就不好 那么 现在你们读就不会 脑子就会正常 读长学的东西确实会让人感到 感到一种 有一种痛楚 其实我对长学的东西 始终有一种双重的态度 这个说一句实话 始终有一种双重的态度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长学是必要的 我还依然是这么多 但是国外我不知道长学哪里搞了这么多评价 好像对他的评价都非常高 要不要我给他念念国外对长学的评价 要吗 要 大家看看 这个德国一个作家 不是孤兵 叫做沃尔夫鲍斯 他说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在中国竟有人写出了这样的作品 事实上不可能有很多读者 可以一口气把这位女作家的一个长篇读完的 这不是由于在那里描述的东西太枯燥 太压抑 而是因为太少传统结构和太自然看透 这是一种在大多数情形下统治着他们 时而聚拢着他们 时而分离着他们 并只有在与一条信息相关时才变得清晰起来的声音 大家注意还有一个美国的大作家 罗伯特库福 大家知道了 一个非常著名的作家 库福 是不是五号屠宰场 还是写了一些 长血是本世纪中叶以来 中国文学中最有创造性的声音 简言之 一位新的世界大师 在我们当中产生了 他的名字是长血 这个评价很高 谁说中国没有大师 长血就是 还有一个美国布雷德·马罗 也是一个很著名的作家 长血拥有这个星球上 最灿烂 最生动 最抒情 最精致 最能打动人的幻想力 没有任何读者 能够从他强有力的梦幻想 梦境中争夺出来 而不受伤害 这句话说得非常好 读他的作品 你其实是一次创伤 他的作品既是美丽的 又是危险的 我觉得这个作家说得非常非常好 还有一个美国的作家 夏洛特·英尼斯 这个人我没听说过 就中国文学来说 长血是一次革命 就任何文学水平来说 他是多年来 出现在西方读者面前的 最有趣 最有创造性的中国作家之一 还有一位是美国作家 乔伊纳·斯高特 长血是一位梦幻艺术家 一位在自我矛盾上走钢丝的杂技演员 这些故事明朗而令人震惊 优美和神秘 欢乐 狂欢而充满了转化的力量 还有一位 丹麦的作家 安娜·卡德尔·斯帕格 假如我们可以用很一般的相应的词汇说 西方现代主义将自我与社会的 西凤内在化了 那么长血则内在化的这种联系 并处在了与分裂达成妥协的困境中 这同时是吸引人的 又是威胁人的 我觉得这些作家的评价都非常非常的到位 就像那天我听到张月兰评价 莫言一样 我觉得那就是一个作家 对另一个作家评价 读莫言的小说 一种咄咄逼人的感觉 就把他逼到墙角 没有退路 我觉得这样一个感觉 我就是我们职业批评家说不出来的话 像这些都是作家他说的 所以这样一个描述 他们能够从长血的那种叙述中 有很多的这样一个 其实我这里举的是长血早期的作品 八十年代中期的作品 八五年八六年 那么长血后来还有很多作品 最近去年又出了一个边疆 是这本书 但是长血的书总是卖的不太好 卖出四千册五千册 长血一直非常的这样一个气愤 那么长血呢 跟他的朋友说 正统的文学史里面都不提到他 他非常气愤 是吧 大家看一看 一位库福说他世界级的大师 在中国文学史中却不露面 这实在是一个遗憾 好 关于长血大家 其实我刚读的是他看其中的作品 他后来有些作品像什么松明老师 我也看 他也很写实 也讲故事 但是呢 讲得非常有童话的那种特点 关于这个洪峰呢 大家注意到他的奔丧 奔丧我是在一个 他对父亲的重新审视的意义上 去理解他的 就是他以那种方式去 重新看待一个父亲的一生 在我们过去的作品中 父亲的形象是代表了一种正面的形象 是吧 大家回去看这个创业史 是吧 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和梁深宝 那么这样一个设计是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梁三老汉是落后的 梁深宝是先进的 是吧 这应了我对五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 中国文学的一个评价 就年轻人是代表了进步 代表了革命 是吧 这是毛的继续革命的思想 在青年思想上的一种 一种继续 但是呢 大家注意到 这个父亲比儿子落后 梁三老汉是他的继父 不是他的亲生父亲 大家要理解这一点 这样一个设计是非常有意思的 是吧 是非常有意思的 那么梁深宝是他的母亲 要犯的带过来的 他的父亲是先天的顽固 那么在我们的当代的作品中 有这个审父 这是一个概念 就重新写父亲 有这个陈建功的卷毛 比他的奔丧更少 奔丧是86年 卷毛应该是84年 我这个书里面有提到 大家会看到 卷毛也是对父亲这辈的形象 不再是那么高大 在我们中国的文化当中 父亲是要子不教 父之过 是吧 这个父亲是威严的 代表着真理 代表着这种理想的 代表着秩序 是吧 代表着权威 但是在这个作品当中呢 我们会看到奔丧 他是重新去写作了父亲的形象 把父亲的那些 非常不体面的 不道德的 不正确的一种生活 跟他写出来 所以洪峰注意这个作品 时间关系 我们讲一下这个先锋派 看这些先锋派 隔飞 你看这个非常 这个照片非常有意思 是吧 看到天上去 是吧 他看着天空 他不看大地 不看现实 你看这个余华呢 这是很没冷对 那么孙甘露 却是反倒孙甘露 显得这个一副 忠厚的样子 是吧 貌似忠厚 那么这些呢 我们讲 墨园 马园 这个 洪峰 藏雪 这都是80年的中期 到86年 87年 是吧 中后期 所以我们说80年的中期 虽然那个向内转 是从鲁书园86年 写的那篇文章 是吧 这个大家要看 那么 80年的中期的革命呢 是从 寻根文学和现代派 叫报新朝 对现代派的这种渴望 然后 86年 鲁书园 用向内转来标识它 在这个时期出现的是 马园对叙述圈套的 书写 是吧 把写什么 改变为怎么写 比如这个 藏雪 她对梦幻 对吴义诗 对下意识的书写 同时呢 藏雪去揭示了 一个 荒荡的世界 在这个荒荡世界里面 还有一种女性主义的立场 这种女性对男权中心主义 的一种反抗 以她的荒荡的 愤怒的方式 来反抗 那么莫言呢 则是以她的一种 充满了这样一个激情的 暴力的 重新书写 历史暴力的那种叙事 她来展开一个 另一种 对文学的一种表达方式 当然 像莫言的透明的红楼布 像这些 像这些作品呢 你可以看到 她注重 她注重 还有她 鲍撞 球撞 闪电 像这些作品呢 都显示她特别注重 感觉 语言的感觉 所以这些都是回到 文学形式的一种标志 但是最鲜明的 这样一个文学革命 还是在先锋派 小时候这里完成 是在我们说的 先锋派的这个群体 是吧 是苏同 余花 隔飞 孙甘露 北春 旅星 那么像这些作家呢 他们回到文学的叙述形式 回到叙述方法 回到语言 回到我的感觉 回到幻觉 回到暴力 回到逃亡 回到迷宫 那么书写这些东西 这些和现实已经 相距非常远了 他们是以 如果说和现实发生关系 也是以隐喻 象征和预言的方式 来表达我们的现实 这是我们需要 大家这个把握的 所以这一切呢 我是从87年 开始来看 因为87年 能力文学第12期的《何刊》 登出了一批的先锋小售 然后是这个 87年的收获的第5期 第6期 登出了一篇小说 所以在87年这一年 突然间涌现出 这么一大批的小说 而且这一批的作家 以他们各自不同的 如此之强调 文学叙述方法 个人的风格 语言的特点 的方式来写小说 把汉语小说 推向了另外一个方向 汉语小说原来是 革命化的小说 现实主义小说 是反映现实的 在他们的作品中 他们强调的是形式和语言 个人的风格 他们写作幻觉和暴力 那么今天的课就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 大家注意了 就是今天是几号 今天是三号 三号 那么今天是礼拜四 对吗 我日子过得活着活着活着 那么下一个礼拜 下个礼拜的礼拜五 晚上是补课 大家知道吗 关 dels 地点都在这里 晚上七点 晚上七点 7点10分 晚上7点10分 在这里 11号 然后还有另一个是 那个是18号 18号的礼拜五 也要补卫斯课 然后我 11号我还会强调 14号的同学 去阳光大厅 支持我们中文系的活动 就是好学生 过去没有来上课的 我们过去的恩怨 就一笔勾销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